《恐怖多一點》 來到我們今晚的《恐怖多一點》 這位朋友其實我很久很久沒有跟他在電話裡說過他一些經歷 由於知道他最近在三藩市那邊 都開始了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個靈異節目 都會說多一點關於他在美國那邊的一些靈異個案 所以今天就在電話旁邊 就會跟他聊一下他幾年前的一件事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鬼上身的個案 還有剛才看到那段片都很精彩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怎樣呢 現在我們在電話旁邊找Andy出來 給大家看看樣貌 喂Andy Edmond你好 沒有說話了 很久了 起碼也有幾年了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好了 Andy 我知道你最近在網上 你那邊自己有個YouTube的頻道 請嘉賓上來聊聊鬼故事 說美國那邊的事件 是嗎? 其實是這裡的電視台節目 是三藍市居民地的電視台節目 是三藍市居民地的電視台節目 但是他做完之後就會放上YouTube 所以要借用你的平台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好 我們待會再談一件事 現在很緊張 我要談回你幾年前 這個鬼上身事件 我完全不知道 我看你給我這段片 我才知道 你搞了什麼這麼大煲啊 當年 其實這段片已經是一六年了 回想回那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段片 因為其實在說這段片之前 可以說回 這段片差不多整個過程有一個多小時 而在那一個多小時裡面 我整個人是斷了片的 完全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整個過程差不多是一個小時的 因為除了這段片之外 還有多一段的 也還有一段YouTube片的 我沒有傳給你 先給你看看 因為這段片其實我到現在 我都不敢再看回 因為我真的很 我信不到我自己會發生這種事 因為那個過程完了之後 我整個人是痛了整個星期了 第一 因為整個過程是很多人按著我 差不多四五個人按著我 然後他們說我是瘋了 還有我是很大力 他說 基本上我是可以單手拼開兩個人 那 講一下原因 什麼原因會導致鬼上山 那時候 應該是那年年初 我們試過去一個人的家裡玩過蝶線 哦 那 然後 玩完之後 那件事好像跟著我 那當日玩了蝶線 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 那一次真的 其實我 因為做節目我之前玩過幾次 那時候五周年都在你那邊玩過 那個感覺都沒有那麼大的 那次玩 我們第一個字出來就是死字 那是中文來的 是中文來的 我帶回一些中文蝶線紙 因為全部 其實是這樣的 有個人 那他就懷疑自己家裡有鬼 然後他就知道 我在三藍市那邊有做這個節目 那樣他就聯絡我 那時候 我就找其他人一起去看一下 他家裡是不是真的有 我們說不如試試玩蝶線 可不可以溝通到 誰知道一開始 第一個字是死字 嘩 那 然後一路出的 全部都很怨恨 很怨毒的那些字 後來我們才發現 那個事主 其實可能之前墮胎 那那個女靈 那個女靈在那個屋裡面 還是怎樣 不是的 應該是 那個靈體 真的有一個靈體 在那個屋裡面 那個靈體應該是 那些 未夠寂 可能是小孩子 很小的小孩子 所以他 還有 他的怨 他的怨力 真的很重 嗯 然後 那次之後 其實 我 之後我的手 經常都很痛 那 痛得很厲害 然後我看醫生 又看不好 然後 看針灸又不行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為什麼我會認識到 片裡面這個人 就是跟我驅魔這個人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巧合的事 這個人是住在 Sacrmanto 即是加州的首府 距離西蘭市差不多兩個小時車 他是因為知道我有個網台 然後他就聯絡我 想問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做一下 其實他為什麼會認識裡面的那些所謂謊言呢 這個人也有些傳奇的 就是他在差不多八年前 八九年前左右 他說有一晚睡覺的時候 睡了一覺 然後他就夢到一些很 那些人也有個 耶教式的建築物 然後又看到好像有神啊 父啊 子三個這樣 接他進來 然後他之後呢 他就說他 晚上睡覺呢 睡著了的時候 他的手就自己 會寫字 而這些字全部都是寫聖經的經文 嗯 即是他是偏向耶教那方面的 他自己有個教會 那他那次就找我過去 即是 本來真的完全不是 不關什麼區軌的事 只不過他去聊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幫他做一下一個宣傳 或者怎樣的那些 接著聊一下 其實 開始 但第一次開始 我不是很相信這個人 我覺得他有少許搞笑少少 接著 聊了一些事情 接著 我問他 你除了會有這些 特異功能之外 那你還有什麼 他說他可以幫別人戒癮的 即是 什麼意思啊 賭癮 噢 賭癮 噢 噢 噢 其實我個人 比較喜歡喝酒的 我隨口說一句 你不可以幫我戒酒癮 然後 接著 就開始 那段片一開始的時候 他又叫我站在他面前 我閉上眼睛 然後他拿著手 接著 突然間 我突然間 就已經整個人黑了 我躺下了 接著我沒有了任何知覺 我斷了片 接著醒了 就已經是一個多小時之後的事了 噢 根本不是說你要驅鬼 你根本就不知道有隻鬼跟著你 不是的 我根本上就完全沒有想過要驅鬼 我更加不覺得我自己有鬼上身 而且你本身也不相信他 你本身也不相信他 是呀 一開始我不相信他的 噢 接著 整個過程 大家可以看回那段片 其實 我那時候之後 他拍了那段片之後 我收到那段片 我自己真的不是很敢看的 因為 裡面那個真的不是很像我 如果你看到中間那些 我們都叫了 我正想叫你停一停 我現在想聽一聽你喊那段 聽一聽你講些什麼 我們現在一起 前一點 他喊完 前一點 鐘 嘩 好嚴重阿 我只在電話中聽,我都打冷靜 不過是你自己 我到現在,這麼多年,我不敢再看一段影片 因為他們有拿版給我看 我看一看,我真的不敢再看下去 因為那真的不是我 我想問 因為我沒有任何印象 那這個人跟你說,為什麼這個靈體會這麼兇猛呢? 他想拿你的名字?還是怎樣? 他可能在玩蝶仙的時候,有一個人進了我的身體 接著引了其他人進來 但因為我自己 可能我比較遲鈍,但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感覺 我真的覺得很痛 而且那段時間,也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突然轉職工,我回很早 所以一直都打不到電話給你 那這個人是 我回到六點 這個人是中國人來的? 撞了時間 那個人是香港人來的 那個人是越南華僑 他懂得說廣東話 他之後就跟我說 我身體裡應該有十三還是十四隻 這麼厲害? 是呀 因為可能 那次玩完蝶仙之後 那段時間,我也繼續做我自己的寧王府的節目 可能因為做節目 引到其他東西進來 我又沒有做任何保護 因為我其實沒有帶任何東西 他覺得開了門,可以進去就進去 但是整件事是很巧合的 因為一開始不是想著拘不拘跪 我也不覺得自己有關 我知道你手很痛 那他有沒有幫你治好你的問題? 你的手或者你的手 你的手 你的手 你的手指的問題 有沒有搞到? 手指的問題 其實我應該是 我的手指太重了 我要靠自己才做 哈哈哈哈 因為你知道我之前做日本餐廳 經常都要跟他走 現在我沒有做 我現在轉了做 現在很出名的 在上海開的那間 我現在是 在這邊做 在剛剛上海開的那間 大型車禍市場那間 Costco 搶豬那間 是 是 我是做雞 我是做雞 有沒有搶雞 哈哈哈哈 這邊經常都搶的 什麼都搶 不要這樣瘋 不要這樣瘋 對了 噢 其實你說過了驅魔那件事之後 其實我個人的運程都有點影響了 那段時間我整個人是很低落的 拘圓鬼之後 其實我都要搞 其實從那段時間開始 我是有點害怕 所以那段時間開始 有些人問我為什麼沒有再做節目 因為是 由鬼傷身那段時間開始 我沒有再怎麼做節目 那就是 是這一兩年才慢慢再做 這樣 是的 那你有沒有保護呢 就是曬太陽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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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真的 真的 很 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會有這樣的經歷 嗯 而且我 給那段片給幾個人看 那些人 所謂他可以看到靈體的人 他們在這段片中看到很多古靈星怪的東西 在你的身上 有些人說看到很多的OPS 很多的光球飛出來 在我的口裡飛出來 有個人說看到一隻黑色的手按住我的頭 這麼厲害 然後有些人說 是的 有些人看到影響 但我到現在我不敢看 因為 始終片中人是我 有些人說 其實我放一條片在Youtube 那時候 有些人都說 會不會是假的 但 我可以說一句 如果是假的話 我可以做到影帝 真的 是 很難的 裡面的反應 我真的做不到 你叫我現在做的話 是的 是的 嗯 我也看過很多 所謂鬼上山的Case 就是我現場都見過 就是 差不多了 所以我是相信你的 就是沒有可能 這些 很難你叫到這樣的 是這樣的聲勢力揭出來的 其實 正常是不行的 基本上 是的 還有 問題是 他們說 我當時真的力大無窮 可以用這個詞 一隻手可以拼開兩個人的按鍵 他們說 出盡力壓住我 按住我才行的 你沒有感覺 或者你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現在看回 他用很大的十字架 放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會不會 想回頭 有沒有什麼感覺 是不是很大力壓你 還是怎樣 很辛苦 那麼大的十字架 我回想回 當時我只是 我個人是 很空洞 我的感覺 很空洞 而且很生氣 很想打人 我只是感覺到這幾個感覺 但是 整個過程 我真的完全沒有任何印象 好 明白 所以 再一次證明一下 這些碟仙 那些 在沒有安全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是很危險的 真的 這個當然 那次之後 我都不敢 不敢再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 但是問題上 今晚 即是 我今晚在這邊三文市 因為電視節目要去外景 哦 你今晚 去哪裡 是啊 今晚 因為 在三文市 有一個金門公園 很出名 之前有一個鬼差佬 很出名 但是其實 金門公園裡面 有一個湖 那個湖叫 宿力 在1906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 開始有些靈異傳聞 那就是有個媽媽 帶著一個女兒 那個嬰兒女 在嬰兒車上 坐在一個湖邊 看書 那看書之後 那個嬰兒車就 不知為何 好像有力 慢慢吸引 那個嬰兒車 進去湖邊 即是 那個嬰兒車 是掉了 那媽媽 後來 發現那個嬰兒車 找不到 周圍找 找 找完之後 他自己跳到湖邊找 之後 媽媽和嬰兒都不見了 到現在都不見了 是 是 這件事 幾出零 在三文市裡面 那時候是有登上報紙的 現在你們是 之後呢 之後就有個靈異傳聞 晚上如果你去湖那裡 就會有 周圍時會見到一個 穿白色衣服的女人 在那裡問 有沒有見到我寶寶 哦 OK 是 這個是其實跟那個鬼差佬 是 差不多打我 那個靈異傳聞在裡面 那今晚呢 我就要跟電視台他們 就要去那個湖那裡 拍外景 就看一下那裡 談拍到東西 一來 然後 二來就是 要在那個湖那裡 看一下 拍一下那裡 是怎樣的 因為這件事 都是整個世紀的故事 來的 1906年 我查資料 那我想問你們 會不會招魂呢 會不會做這件事 你們的拍攝 因為這日的電視台 大家不太信有鬼 不信有鬼ình filme 哈哈 是啊 它個人的看來 不是太信有靈異飾 但我們做了這麼多集 之前那些都是燥景 一段廠 基本上是在電視台裡面拍的 但其實到現在都發生了一件事很搞笑的 如果大家有在頭幾集看到我們有一個人頭放在桌上 拍了頭三四集的時候都放在電視台裡面 之後要再拍的時候人頭又不見了 可能是道具手足拿走了 後來又不知為何在一個不可能的地方出現 這個就很奇怪的 我不classify 它是一個鬼的靈異事件 但挺搞笑的 其實也是一個機緣巧合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電視台裡面做 然後電視台的老闆就說想開一些新的節目 然後我朋友就說不如做一個靈異節目 然後介紹給他 因為我做靈王府差不多做了十年 對 我知道 但有多有趣 首先恭喜你 恭喜你十五年 未十五年 十一年 未未未 十一年 快要十五年 我承認你已經做了十五年 如果計算電台就不止了 喂 我突然這樣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我今年的年頭新年都過了美國 不過去了東岸 對 我知道 你都在LA那裏 對 去了東邊 其實我有一個心願 我真的想找一下Annabelle 見一下Annabelle 其實Annabelle 未來Halloween 他們的家族 即是華麟夫婦家族 後人 她會把Annabelle拿出來 去一個派對 就是Gathering裡面 那我就希望 如果你現在那邊 在西邊 其實都很接近 Kenneticut 接近 不要太近 接近 是的 那不如我真的找一次 既然你在那邊都在做 我就和你去三藩市 做個靈探 嘩 好啊 好啊 沒問題啊 然後又找NFL 其實 好啊 這個可以啊 這個可以啊 我可以和電視台那裏 安排一下 因為現在始終有一個 真的 因為這個是正式Local的電視台 那它都算 都算有點大的 它LA有人 好紐約也有 那可以搞一下這個 因為 即是 我查班了 其實三藩市這裏 一直都沒有電視的靈異節目 那我這裏算是第一個 其實可以做 而且 因為其實 講開拍外景 三藩市其實都 除了金門公園之外 都還有好幾個地方 好像 魔鬼島 跟著 軍艦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有些所謂他們自己的 Ghost Tour 其實都可以安排一下 可以搞一下 我想我又去過那個島 這個是真的 還有 你那時候有跟我說過 但是 你去那個島 那時候是沒有做零節目之前的 是的 根本上就 沒有這樣的興趣 是的 但是其實那個島 我之前 很久之前去過 我也錄過那段 EVP鬼聲 Help Me那段 其實 不是 軍艦軍艦軍艦 T6島那裏 我去過 但是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是他說 每一個月都有Ghost Tour 都可以進去 晚上去的 其實 都可以安排一下 這個事情 搞多一些 其實我一向都看你 我之前一開始的節目 已經打電話上去 看看可不可以宣傳一下 但是 我也覺得應該做到差不多 之後才有資格跟你們說 是的 不要這樣說 好了 我現在這樣 還有 先在這裏 與預告 因為 接下來 因為我的節目 是每個星期日 晚上凌晨 在這邊播放的 星期一就會出YouTube影片 接下來這個星期 那個嘉賓 是梁小龍師傅 哦 那個母子 火雲斜神 是不是 火雲斜神 火雲斜神 是的 是的 其實 他 說了很多 他以前 就是 拍電視 拍電影的 那些 真是 厲害 好聽 好聽 是的 OK 香港的朋友 就上YouTube看 對嗎 就是 幫幫手 各位朋友 好嗎 Ammon的粉絲 如果覺得OK 就可以訂閱 這個YouTube頻道 什麼名字 不好意思 什麼名字 那名字 有些削就叫 由零開始 哈哈 那又沒有這樣說 什麼名字 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餡 對嗎 哦 我知道 其實剛剛那兩集 校衛BP 也做了嘉賓 哦 是 那都OK 那 我現在呢 看看今晚拍外景 會不會拍到什麼 到時一定會發給你 好 那我呢 希望很快 如果我要來美國 都要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可能是聖誕新年 還是農曆新年 我再跟你約 好嗎 就走過來 好啊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多謝Ammon 好嗎 OK 沒有問題 多謝你 那就 謝謝Andy 是啊 還有 可不可以看 各位 那些觀眾 或者粉絲 如果看到我鬼想新的那段片 有看到什麼 古形精怪的東西 不妨可以 看看他們看到什麼 因為我給幾個人看 都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好 還有我剛才說 我轉了那份新工 我做那裡 其實那裡 那裡 都很多 就是很多 傳說的 就算我做那間 超市場裡面 都試過有靈異事件 下次再說 好啊 留待下次 好 OK 那大家支持這個YouTube頻道 由零開始 多謝 OK 好 拜拜 拜拜 好啦 那就 真的 沒有想到 我也想一下 究竟接下來 如果 一些再長線一點的靈探 即不是東南亞區 東南亞區 什麼時候都可以做 幾天都可以做 但是 如果再去一些遠一點的 我真的沒有想到 除了上次 跟阿芷去了 東 去了 L.A 那邊 上了一隻 現在有Andy 在三藩市 他又可以做我的 街 帶著我們周圍走 那 拍一下美國那邊的東西 也好 而且真的 Annabelle 始終是我的一個 最希望做到一件事 就是帶真正的Annabelle 給香港的 或者華語的朋友 喜歡看靈異節目的朋友 真正看到這隻Annabelle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也是電影那隻 或者是上網看到的 都是一些片段 Youtube 還沒有真正在靈異節目裡面出現過 其實還沒有 我又 放置可以聯絡到他們 希望可以 接下來 不知道今年的聖誕新年 或者怎樣可不可以處理到 希望大家 繼續留意著我們的節目 希望我們將 香港恐怖債線 更加國際化 所有的靈異也更加國際化 好吧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明晚一刻 先預告 不要緊 我也很少預告 我們今晚做一個預告 陳師傅就會 和我們聊聊天 看看他的電話一定會上來 陳發齊師傅就會 交代 和阿焦 處理身上的事情 或者是 Angel 上次還沒有搞完 那不如明晚 等他交代 那件事會是怎樣 想大家都應該有興趣 是不是 好 明晚星期五晚上見了 希望大家七點半 先看完榜鈴 然後回來看恐怖債線 明晚見 拜拜 好的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見 不同的空間 卻因為機緣的巧合而生關係 眾生在互亡 但願不相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